我们一起打开以色拉记翻到第九章 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 旧约的以色拉记第九章 好 答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 这事做完了 众首领来见我说 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 并没有离绝迦南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亚门人 摩亚人 埃及人 亚摩利人 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赠的事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女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 以至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 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 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拔了头发和胡须 惊惧忧闷而坐 而以色列神言语占惊的 都因这被虏灰之人所犯的罪 聚集到我这里来 我就惊惧忧闷而坐 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 心中愁苦 穿着撕裂的衣袍 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 说 我的神啊 我暴愧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 我们的罪恶滔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 我们的罪恶慎重 因我们的罪孽 我们和君王 祭司 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 杀害 掳掠 抢夺 脸上蒙羞 正如今日的光景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暂且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如钉子 钉在祂的圣所 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挟制之中稍微复兴 奴普 在受挟制之中 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 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 叫我们复兴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修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缓 我们的神既是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 说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 污秽之地 因列国之名的污秽和可证的事 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 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神啊 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 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 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 与这行可证之事的名结亲呢 若这样行 你岂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 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是公义的 我们剩下才得逃脱 正如今日的光景 看啊 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 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你低头有点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保守我们直到如今 谢谢你如今还有话要对我们说 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 赐给我们真理 赐给我们圣经 好让我们这样有限的人 可以得着属天的启示 主 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 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 可听的耳朵 让讲的和听的在你面前一同蒙福 求你保守以下的聚会 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历史 记载了很多故事 而且圣经把这些历史和故事 分成一卷一卷的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圣经里有一些书 从头到尾记载的历史 非常的完整 一件事 比如说以斯帖记 起因经过 结果非常的清楚 有一些历史的书 它不该结尾的地方结尾了 就是它断在一个 你觉得你还应该读下去的地方 它没有了 大家猜猜看 或者说大家能不能想起来 是哪一卷书 《使徒行传》 是不是 《使徒行传》讲到保罗在 他的屋子里面 然后呢 教会怎么样了呢 没有了 有一些书呢 是明明你觉得应该结尾了 它后面还有 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卷书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说以斯拉记是 神赐下格外的恩典 让一些被鲁的犹太人 可以从波斯国回到犹大地 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他的圣殿 那 我们知道 犹太人从波斯回来 经过了千辛万苦 你要下很大的决心 你要经历很多的困难 你要受到各样的拦阻 需要碰到很多的麻烦 有仇敌的攻击 还有资源的缺乏 现在这一切都有了 讲到以斯拉记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双手 在他的选民的背后 用大能带领他们回家 带领他们恢复 恢复了圣殿的敬拜 他们现在真实的可以在耶路撒冷 他们重建的圣殿里面 可以敬拜神 我们觉得故事可以结束了 至少这一卷书停在那里 我们应该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 可是以斯拉记后面还有两章 还有两章读完发现 原来前面的结束 不是真正的结束 前面的结束之后 发现有非常麻烦的事情 并且他停留在那个麻烦的事情上面 什么事呢 我们今天读 如果读到刚才读了 第一节到第四节 你就会知道 在被掳回归的神的百姓中 还有十分严重的罪恶 什么罪恶 回归的百姓当中 有人还在娶那些迦南人的女子 还有把女儿嫁给迦南人 也就是说 与原来神要灭绝的这一些民族 继续在通婚 那这一个罪恶 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才犯的 是不是 不是 是什么时候就有的 是从来就有的 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 很快 他们就开始犯一个罪 就是 不灭绝迦南人 并且觉得迦南人也拜一个神 也拜很多神 那些神都很好 我们拜我们的耶和华 你们拜你们的神 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下呀 我们能不能交通一下呀 结果 以色列人就与迦南地的各族混杂 不单在以色列人刚刚进迦南地的时候 一直到后来 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 所罗门有没有犯这个罪 有犯 即使是在以色列国最鼎盛的时候 他们还有这样的情况 一直从所罗门开始 到以色列人备录 以色列人其实是为什么备录 他们不断地拜偶像 他们不断地离弃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神到一个地步 忍无可忍 将以色列人 让巴比伦人来托管 七十年 我们读到贝鲁回归的经文 我们的心会很感动 很感激 因为这些人真的愿意奉献 真的愿意离开波斯 回到耶路撒冷 把他们一生奉献在一个荒废的城池的建造上 并且我们也看到 神的双手在后面 一直地扶持 一直地带领 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神借着环境 神借着他们自己 神借着王来帮助他们 恢复了这个建造 可是我们再往下读 读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就会发现 神的心不只是停留在 那一个恢复的工作上面 神的心还要在 每一个属他的百姓的身上 来伤痛 为什么呢 因为人还没有离弃罪恶 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 第一节到第四节 是讲到当时的一个光景 第五节到第十五节 也就是这一章的最后 讲到了一篇祷告 是以色拉听到这一个消息 发现原来以色列的百姓 如今处在这一个光景当中 他来到神面前 认罪祷告 这一个祷告分成几个小部分 第一个部分五到七节 是一个认罪 八到九节 以色拉回顾了 神在以色列民中所做的 十二十到十二节 以色拉回顾了 神曾经所立下的应许和命令 十三到十四节 是以色拉在神面前真实的悔过 第十五节 总结了这一个祷告 将颂赞归给神 我们从第八节 第八章的最后 一下子跳到第九章的内容 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 神到底要什么 为什么问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来读以色拉记 来读尼西米记的时候 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在教会时间久一点 我们知道这两卷是恢复的书信 我们盼望在这一个 我们自己盼望在这一个末了的时代 在这一个政治文化 越来越趋于堕落和黑暗的时代 我们多么盼望 我们基督徒 我们所在的教会 我们所在的团契 我们所在的工作环境里面 神借着我们有一点复兴 让我们有点闪光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做见证说 我是属神的儿女 现在我可以行在这正道上 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黑暗 有多少的同性恋 有多少的淫乱 我们这一群人在新泽西 在这一个地方 还能保持我们的圣洁 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 来敬拜他 我们可以到主的桌子面前来敬拜他 我们每个星期在这里有聚会 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有茶经 我们在这里帮助许多弟兄姐妹 这个好不好 这是太好了 在这一个时代里面 有什么比这样一群 可以持守在神面前的人 有更宝贵的呢 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刚才所想要的这些 真的是很好 那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这一些 我们就一定会经历 以色拉记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 人原来是被掳的 我们信主得救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有世上有许多的偶像 许多的试探许多的捆绑在笼罩着我们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生活在巴比伦一样 我们很想自由地敬拜神 可是我们却身处在巴比伦 我们盼望神在我们身上有一点恩典 神就带领我们出了巴比伦 我们好像得着了能力 经历了神许多的供应 许多的预备 现在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 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 那神在许多的他的百姓当中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这些人就真的回到神面前 来到了以色拉记第八章 将神所当得的祭物献给神 开始有繁荣 开始有复兴 这是我们所说的复兴 在我们家也有一个小小的团契 是这里EC的一些高中生 有的时候来的人很多 有的时候来的人很少 当然作为一个团契的负责弟兄 一定会盼望说 你们都应该来啊 这里多好啊 一起来敬拜神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 在我面前我也跟神求 说神啊 你来兴旺这个团契 这是人手所不能做的 这不是说我请他们来 他们就会来的 我怎么样来照顾他们 他们就会appreciate 就会接受的 对不对 这是必须神要在他们的心中 做那样的工作 但是当我在神面前 如此求的时候 我其实在向神要什么 我在向神要一个 一个兴旺 一个热闹的环境 我一定会停留在一个地步说 大家来了 大家读经了 大家查经了 大家来吃饭了 大家交通了 就很好了 我们的团契 现在是在 这一个新泽西的北部 这个地方成为一颗明珠 在很多大家 许多学生在星期五晚上 做各样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现在有一群学生 被神兴起 现在愿意来敬拜神 哇 我就很满足了 是不是 如果停留在以色拉基第八章 我就应该很满足了 大家被恢复了 这是我们所要的复兴 放到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 谁不希望自己的教会 自己不是自己的拥有的教会 自己所在的教会 人多一点 是不是 谁都希望我们所举办的聚会 来参加的基督徒 多一点 当我们听说 哪一个地方有一个聚会 哇 有好多人 有好的讲员 有好的师班 有好的这个workshop 专题 大家有很好的服饰 我们就觉得这个聚会很好 神在这个地方 做了很好的工作 来动工了 是不是 的确是的 我们百分之一百相信 以色拉基第一章到第八章 是完全神亲手所做的 没有神的恩典 不会有任何教会的复兴 不会有任何兴旺的聚会 没有 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 因为以色拉基没有结束在那个地方 以色拉基的第九章 开了第一节到第四节 那一个时候的光景 开了以色拉的眼睛 如果我们读到以色拉的祷告 我们就会发现 他这一次的祷告 和他前几章圣经里面的那个祷告 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后面会看到 以色拉发现 为什么神的百姓 竟然是这样的 有了圣殿 有了祭司 有了立位人 有了献祭 有了敬拜 现在神 好像打开了新的篇章 把这些所有外在的 我们觉得好的东西 通通扒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不看 不知道 你看 下一条 是什么样子呢 当时以色列百姓 真实的光景 是什么样 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真实的光景 是祭司 立位人 带头 和百姓 都犯同样的一个罪 这个罪 就是拜偶像的罪 你说通灰也好 沾染污秽也好 等等等等 归根结底 是以色列的百姓 不听神的话 不把神当作独一的真神 而要去跟随当时的风俗 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真实的光景 什么叫真实的光景 就是把一个完美的人 通通扒开 用显微镜 不用显微镜了 去切片 去查一查 他身体里面 其实都是癌细胞 对不对 一个人可以看上去 非常的健康 从外表上 他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身体里面 可以有许多的癌细胞 当然 癌细胞一定会爆发 一定会带下更严重的后果 可是神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的眼睛 从外面 进入到里面 看看 不用看别人 看看我们每个人 自己的身上 其实 真的有许多的败坏 特别是在教会时间 久一点的基督徒 我在这里15年 在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 有更多年的 我们觉得来教会 我们敬拜 我们服侍 我们讲道 我们唱诗歌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觉得OK了 至少这些事情 在上帝面前蒙悦纳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仔细地 查验我们生活许多的方面 把这些外表的东西都除去 回到家里面 回到儿女的面前 回到夫妻的面前 我们看看自己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我们跟妻子的关系 跟先生的关系 跟儿女的关系 甚至有可能跟一些同事的关系 其实都存在着很多的危机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看 这个事情以后再解决 现在我暂时碰不到它就算了 但是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安静下来 仔细行查 仔细面对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发现 我们里面生命当中 真的有许多麻烦 是我们解决不了的 是我们非常讨厌的 是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没办法搞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 曾经被罪恶沾染过 有很多东西 还在我们里面的 不是信主的一个人 信完主 我们受惋喜 这些罪恶都没有的 罪恶可怕就可怕在 它对我们有长远的影响 我曾经犯过的罪 我现在还可以历历在目 很多时候魔鬼 都用这些东西 来控告我的良心 跟以色列人一样的 以色列人 我想他们在回归 耶路撒冷之前 没有人会觉得说 我这次回去 我就是要跟 耶布斯人里面 哪一个族的人去通婚 我想没有吧 有这样心思的人 得不会去 你在巴比伦通婚好了 对不对 你不需要去回归 耶路撒冷冒这么大的代价 付这么大的风险 他们可是经历千辛万苦的 经历好几时间的麻烦 最后到了耶路撒冷 但是他们祖上留下来的罪恶 这个罪恶的势力 还是会影响他们 他们听过那些故事 他们听过这些历史 他们看到那些女子的美丽 作为以色列当时的百姓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那群迦男人的中间 他们就会被玷污 这是神百姓实际的光景 这是我们每一个 在末了的时代 不要觉得说 我们自己现在 可以出淤泥而不染了 我们仍旧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这些高中生 仍旧活在许多不信主的 高中生中间 我们这些上班的人 仍旧活在许多不信主的 同事中间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心思 都一直在与这一个世界交织 我们身上是带有罪恶的 所以当以色拉千辛万苦 将以色列的百姓 从波斯带领出来 开始敬拜的时候 他里面也一定是非常的火热 他一定盼望神的百姓 从现在开始 好好地敬拜神 现在开始离弃罪恶 我们要在地上 做一个祭司的国度 对不对 谁不是这么想的 我相信每一个 从波斯回来的犹太人 都有这样的心智 都有这样的决心 也是我们每一个 受洗的基督徒 在受洗的那天 应当有的一个决心 也许人还不够认识自己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但有这个决心总是好的嘛 总不就是说我现在开始 我要受洗了 我明天要犯罪的时候 我还是可能会落在试探里面 人不会这么想 对不对 所有结婚的人都会觉得 我现在开始要爱我的妻子一辈子 我没有说我要爱我的妻子三年 今后的事情怎么发生 我还不知道 没有人结婚的时候这么想 可是人到了那一个地方 当偶像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 人就被他吸引 那作为人 作为我们神的百姓 如何来保守我们自己 神为什么如此痛恨 拜偶像这件事情 因为拜偶像这件事情 它绝对破坏了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人是神创造当中最高的创造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制做的 人是神的孩子 所以当孩子不认这一个父亲 或者说他认了这个父亲 同时也认了很多的父亲的时候 这个父亲就一定会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伤心 人拜偶像 他的本质其实是拜什么 是在拜自己 所有的偶像的背后 都是拜自己 拜观音的人 拜各样宗教的人 都希望什么 俗一点的 自己得益处 好一点的 自己得修行 都觉得说 我拜了 我做了 我练了 这是我该得的 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说我是你的父亲 你相信我 你就和我恢复关系 在我里面一切的好处 都是你的 你再坏 我也爱你 这是我们所信的神 这不是世上的偶像 给我们看见的 以色拉听见 神的百姓当中 现在是如此的光景 神 圣灵 用了一个词 来形容 他的心情 这上面有 这一节上面有没有 最后一行 以色拉听见这件事情 撕裂衣服和外袍 拔了头发和胡须 哇 真狠啊 他做的这个事情 已经 这个超乎 超乎人的常理了 然后用了一个 圣经当中出现过 就原圣经当中出现过 九十二次的一个词 叫金句 幽门 中文这个字翻得 实在是太传神了 我说中文翻译里面 哪一个字翻得最好 看来看去可能是这个字 中文字四个字 对不对 这四个字翻出什么 四种情感 其实它的原文里面 讲的就是这四种情感 交织在一起 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什么是金 就是这个吃惊 诧异 吓一大跳 剧呢 战惊恐惧 害怕 忧忧 闷 万念俱灰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感情 在圣经里面 它出现过很多次 但是在其他地方 就分作翻译成忧伤 翻译成害怕 翻译成等等 在这里 它把这四个字 四种复杂的情感 全都翻译出来了 金 巨 幽 门 我们看见以色拉的反应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反应 它是对于什么东西 有如此大的反应 它对于神百姓中的罪恶 有如此大的反应 它反应到失常 它撕裂衣服和外袍 拔了头发和胡须 有极为痛苦的一种情感 在它的里面 我们只能用这种极为痛苦 这种词来形容 好像 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形容它的心情了 它为什么 因为它看见了神百姓中的罪恶 我们有没有 当我们听见神百姓中有罪恶的时候 我们产生这样的反应 这是一种生命的反应 我们当听见神的百姓当中有罪恶的时候 天性的反应 天然的反应 肉体的反应 先是一种论断和批评 对不对 每个人都会有的 但是我们经过一些操练 我们常常被神的心摸着 我们慢慢慢慢会体会到 人的心思 是要来学习体会神的心思 其实以色拉的这个反应 真实表明的是什么反应 是神的反应嘛 对不对 当神知道你的 不要说神了 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儿女 他们的生命里面发生这样的情况 发生了奸淫 发生了污秽 发生了伤害 这个感应杀了亚伯 但我们自己的儿女生命当中 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点点体会 这个是真的很伤痛的事情 这是真的很伤心的事情 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神看他的儿女们 在地上生活 当我们里面满了罪恶的时候 神的心就是如此 神的心好几千年都是如此 当以色拉听见 神的百姓当中 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惊惧忧闷而作 因着他的这一个心思的发表 许多人看见了 许多人也被他吸引 也来到他的面前 为着神百姓当中所犯的罪 到献晚祭的时候 愿意一起来到他的面前 这个时候 以色拉的心中 愁苦到一个地步 他向神举手 他双膝跪下 来到神面前祷告 以色拉记的第八章 是一个大复兴 是神奇妙双手的 扶持和供应的一个结局 但那不是这卷书的高潮 这卷书的高潮 其实在第九章 第九章非常清楚地 记载了 以色拉在神面前的 一篇祷告 如果我们听见神的百姓当中 有神如此痛恨多年的罪恶 还在进行 我们要跟神怎么祷告 在看那个祷告文之前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要跟神说什么 以色拉的祷告 和我们许多认罪的祷告 和我们许多平时的祷告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如果我们看以色拉的祷告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这一个祷告 完完全全 是在认罪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他同时 也在完完全全 述说神的恩典 神的所做 神的所示 神的所说 对不对 一开始跟大家解释过 五到七节是一个认罪 在十三到十四节 也是个认罪 但是在这个认罪的过程当中 以色拉不断地在诉说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神做了什么 神说了什么 我们许多的认罪 是因为我们害怕 当我们犯罪之后 我们良心控告我们 我们受到谴责 我们会发现原来罪恶 真的是有后果的 不但我们里面给我们 带来很大的伤痛 还伤害了别人 还很有可能要受到 有的时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有的时候会受到道德上的制裁 有的时候会莫名地害怕 发现说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现在犯了这个罪了 我又犯了这个罪了 神要管教我 神要惩罚我 怎么办 对不对 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将来因为我犯罪的人 他们留着不给我了 怎么办 我们会有 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因着 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 我们都会到神面前来认罪 当然认罪不会是个坏事 认罪是应该的 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 大卫的认罪 这篇祷告也是非常有名的 好一些地方 当人到神面前来 有真实认罪的时候 他的那个中心是什么 那个中心还不只是认识到 自己的罪有多可怕 那个中心是认识到 这一位神有多好 不是我们仅仅认识到 罪有多可怕 是认识到这一位神 有多好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 学习这样的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多看看圣经里面这些祷告 求圣灵给我们一些开启 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祷告 是合神心意的 让我们脱离 自己对神的一些认识 自己对于自己的 一些天然的祷告的反应 有一些敏感性 我去年有一次去了 西班牙的巴塞隆那 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堂 建了一百多年 还没有建完 还要建二十几年 在那个教堂里面 在建完的一部分 已经可以参观了 在那个部分里面 有一堵非常大的墙 这堵墙上面 用拉丁文写了主导文 他除了用拉丁文写主导文以外 还在特别一个地方 用五十六国的文字 写了主导文当中的一句话 大家猜猜是哪一句 天主教教堂 不是基督教教堂 用五十六国的语言 写了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拉丁文谁都看不懂的 对不对 没有人看懂拉丁文的 写了主导文一面墙 当中有个地方 用五十六国的文字 写了我们今日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这个是哪一国的人去参观 都能看得懂的 这个表明什么 其实这个信息很明显 你去参观教堂的人 你可以不知道上帝要干什么 你也可以不知道上帝是谁 你也不要管上帝的国是什么 你也不需要管你什么 什么叫人都尊得名为圣 你只要懂那句就好了 那句是什么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谁都可以看得懂 这反映出人的一种天性 那种天性就是人到上帝面前来 人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 这个有独一权柄的天赋面前 人更多的还是想着自己 对不对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祷告 神常常给我们讲 赞美 赞美 圣经里面有多少的祷告词里面 是有赞美的 为什么有赞美呢 为什么人需要赞美 你感恩 你可以 讲有什么感恩的事情 神对我有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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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讲一大堆 你要祈求 就更多了 对不对 那是求不完了 我们有太多需要的东西了 我们认罪 也不怕讲了 有多少可以认罪的 每人都有一箩筐 我们更好一点的人 为别人祷告 对不对 如果你为别人祷告 你都能祷告出一箩筐来讲 你也很不错 可是神让我们要赞美 赞美的祷告非常的特别 赞美的祷告跟所有的人都没有关系 赞美的祷告是唯一诉说 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神要我们赞美 我们的赞美要成为以色列神的宝座 他要让人的眼睛 从人的身上转移开来 看到神 我们越多看神 我们就越被他吸引 我们越被他吸引 我们就越变得像神 所以即使是在以色拉认罪的 在以色拉也是在述说神丰富的恩典 五到七节 认罪 彻底的认罪 人犯了罪之后 到神面前来 第一个反应 是蒙羞 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了以后 神去找他们 他们就怎么样 挪起来 犯罪的人 如果我们是真实的认罪 我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 到上帝面前来说 哎呀上帝啊我做错了 下次不敢 一点羞愧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个有的时候教小孩 说sorry 还不是说教小孩 我老婆教我说sorry 都教了好多年 因为他从来不觉得 我说的这个sorry 很sorry 我们跟上帝时候讲sorry 其实我们不太sorry 对不起啊 这个对不起讲得很不像啊 这以色拉给我们看见 这个他 他到上帝面前来 认罪是蒙羞的反应 就是羞不能见神 是很勉强很勉强很勉强 才能到上帝面前来 对不对 那叫蒙羞嘛 不是我们随随对面 跟上帝讲 哎呀我做错了 就做错了 是不是 蒙羞的人 因为他的罪孽灭顶 罪恶滔天 现在到神面前来 承认自己真实的光景 这一件事情的本身 就是神极大的恩典 为什么 因为人的眼睛 什么都看得见 谁身上的罪恶都看不见 都看得见 但是人看不见自己身上的罪恶 最近分享了一篇信息 讲到耶稣和少年观的故事 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对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当耶稣问这个少年观 使诫命 你都是知道的 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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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六个 少年观说什么 这一些我怎么样 他还不是说 这一切我都做到了 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 不管他有没有做到 这个他 他的界面里面有一条 叫孝敬父母 我们中间有谁 从小就孝敬父母的 从小就孝敬 从小就是 从出生开始 你就会孝敬父母的 没有嘛 所以这个很明显嘛 这个少年观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是不是 他对于自己的罪恶 完全是瞎眼的 他舔着脸跟耶稣说 我相信他很诚实 我相信他很诚实 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如此 他不可能从小就孝敬父母 他不可能不犯奸淫 他不可能不犯贪心 而不犯偷盗 这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 可是 主耶稣有没有斥责他 说你不认识自己 我告诉你 哪天哪年哪月 你犯那个罪 我给你拍开来给你看 我是上帝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耶稣没有讲 耶稣跟他说 我爱你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并且继续跟他说话 继续跟他说什么呢 跟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 我提醒提醒你 你试试看 你去变卖所有洲际穷人 你试试看 这一个时候 这个少年官 有没有知道自己不行了 他知道了 他没有说 这点我也做到了 所以我不需要永生了 对不起 欢欢乐乐地走了 他没有 他是怎么样 马上变得脸就变色 悠悠绸绸地走了 主是非常尊重他的 主在他身上 也有很多的恩典 他不断地提醒这个人 他给人一个机会 让人可以认识到 自己身上的罪恶 我们听福音的过程也是 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 让我们听见福音 神让我们许多 有许多的机会 一次一次地提醒 我们身上的罪恶 并且在以色列人 从进入迦南地开始 一直到回归耶路撒冷 复兴的时候 神都在提醒以色列人 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 这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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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 第九节 当以色拉在神的恩典光照下面 深刻认识罪恶的时候 他开始回顾 神之前许许多多的恩典 他由心地发出 宋在来说出 这些曾经被掳的人 如今有机会 回到耶路撒冷 重新回到神面前 来敬拜他的时候 这是神无尽的恩典 其实神的恩典 从来没有在 以色列人生命当中断绝过 哪怕是在 我们所读的 最黑暗的 试诗记的时代 神的百姓 一旦犯罪 神要管教 神的百姓 一旦犯罪 神要管教 我们觉得说 人已经没有救了 神的祝福都已经离开了 如果我们读诗诗记的全本 二十几章的试诗记里面 有多少的罪恶 多少的被掳 多少的战争 可是我们回头想一想 试诗记 试诗的时代 一共多少年 一共多少年 四百多年 如果试诗记里面 有许多次写到 以色列人 现在受什么什么人的挟制 多少多少年 对不对 都写下来的 你把那些年加起来 是多少年呢 一百一十一年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可能是 一百一百一十年左右 一百一十年 在四百年里面是多少 四分之一 还有四分之三呢 是恩典多 还是管教多 很多时候是恩典多 神在以色列人 这么多年的叛逆 不要神 拜偶像 神仍然用 许许多多的恩典 来恩待人 如果我们读到 《猎王记》 读到历代志 你会读到说 有一个西西家的儿子 马拿西 这个王 已经 做的事情 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 太可怕了 这么好的一个父亲 带下这么败坏的一个儿子 在马拿西晚年悔改的时候 神竟然还听他的祷告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既然以色列现在在神面前祷告 神已经行了这么大的工作 将以色列人通通都带领回归 恢复了敬拜 现在以色列当中还有败坏 还有败偶像 还有淫乱的事情发生 如果我是上帝 如果你们是上帝 应该怎么办 这不要了吧 对不对 这已经烂到根了 被掳回归七十年 被掳回来还有这个问题 那还能怎么办 以色列在神面前 有这一个祷告 说明神听他的祷告 并记载下来 在神面前蒙纪念 以色列不但回顾 神复兴的恩典 他也重复神的应许和命令 第十节 十二节 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你借着你仆人 附属 众先知 附属 所吩咐的 说 你们要去得 唯业之地 使误会之地 因为列国之名的误会 和可证之时 叫全地从这边 直到那边 满了误会 神在 他的百姓 去那个地之前 就讲得很清楚 那个地糟糕透顶 太误会了 太可怕了 我们是不是 在身边帮助 许多的弟兄姐妹 帮助自己的儿女 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说 有一些事情 你不要碰 有一些事情 你不要动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话 你不要讲 因为那些事情 会带来太多的麻烦 太多的罪恶 太多的伤害 对不对 神就是这样 跟他的儿女讲话的 讲到最后 神的儿女不听 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不可那样 你们就可以强盛 吃这地的美物 并遗留这地 给你们的子孙 永远为业 神不是要挟制人 当我们管自己的儿女 当我们管 不能说管 帮助身边的弟兄姐妹 朋友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要管我 我这么大了 你还管我 你为什么要挟制我 我们管人的人 也许有的人管人 他真的是有这种挟制狂 他不管人 他觉得难受 但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也真实地 默默良心 说我们不是要挟制人 我们没有吃饱了 撑得太空了 去管别人玩 我们是真的知道 有些事情很可怕 是污秽的 但是呢 你万一 你如果知道那个不好 你去避免 并且立志在神面前行善 上帝是会有赏赐的 而一个在罪恶生活当中的人 觉得说赏赐是应该的 我们给神求求求求求 求到最后 我们不吃饭的求 我们绝食的求 我好像觉得说神欠我们的 可是神说赏赐是从神主动而来的 而避免那些罪恶 在人身上是有责任的 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看见说 我们不但有很多的罪恶 并且在我们过去许多的罪恶当中 神有许多的赦免和恩典 这次我们星期五晚上读到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第一节讲到说 在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了 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小孩当我们面前来的时候 我们管小孩星期一 一早上不起床上学迟到 跟他讲说你上学 你要早起 星期二还是不上学 晚起上学迟到 跟他讲说你怎么又迟到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到最后就会跟那个孩子讲说 我跟你讲了五遍了 你为什么还迟到 而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了 神不纪念我们的罪恶 我们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每一次 认罪 哪怕是我们第三百次 第三千次认同一个罪 如果我们真心蒙羞悔改 彻底承认自己的罪恶 我们到神面前来都是第一次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恶 神不纪念我们的罪恶 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这些罪恶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曾经得罪神 但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 我们从每一次的罪恶当中都可以胜过 我们不但回顾神给我们赐下的恩典 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是宝贵的 我们多纪念神的话 多记住神的话 多思想神的话 他的话本身就给我们带来能力 带来给我们胜过罪恶的能力 而且神在恩典当中 让我们看见神 这位神是多么丰富 多么的愿意赐予 当人在神面前有一点决心说 我在神面前我真的要保守我的心 神在后面就有厚恩赐给他 你们就可以强盛 吃这地的美物 并遗留这地 给你们子孙永远为业 世上有许多原来挟制我们的东西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工具 原来我们必须 被他控制的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享受他 原来钱控制我们 我们可以控制钱 这是多好的事情 这是基督徒身上独有的自由 十三节到十五节 以斯拉悔过 他在神面前 谦卑认识神至高的权敏 一个真心悔改的人 他不但认识神的恩典 他最后愿意真实地 把上帝当上帝 不信主的人 会常常讲说 哪里有上帝 把上帝带来给我看看 我怎么看得到上帝 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因为他不把上帝当上帝 如果把上帝当上帝 你绝对不能跟上帝讲说 你出来给我看看 可是基督徒是不是也 会不把上帝当上帝呢 我们也常常有 因为上帝的所事 上帝的所做 上帝的所说 我们不认识 我们不尊重 那在一个悔改的人的心里面 一个真实悔改的人 到最后 他会由心里面发出敬畏 和赞叹 说神 你是那一位神 我得罪你了 我唯一只有求你的怜悯 唯一只有求你的赦免 那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一篇 以斯拉的祷告 以斯拉自己有没有犯罪 以斯拉自己有没有犯罪 以斯拉自己也没有犯罪 以斯拉没有一句话 是替自己认罪的 以斯拉没有讲说 哎呀我娶了外邦的女子了 对不起 我先替自己认罪 请你接近我 以斯拉没有 如果以斯拉自己有 他绝对不会讲这个话 他要先跟自己认罪 他一定是怕到 神可能都要击打他了 是不是 以斯拉没有为自己认罪 以斯拉替谁认罪 替神的百姓认罪 这样我们就懂了 为什么圣经当中 记载这样一篇祷告 是谁在替神的百姓认罪 是基督在替神的百姓 认罪 这是旧约启示基督的方法 这是为什么 以斯拉记的第九章 是这一卷圣经的高潮 它记载的是一位祭司的祷告 从以斯拉的祷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工作 他没有犯罪 但他在神面前背负 百姓的罪 他没有犯罪 但是当他到神面前来认罪的时候 就好像他自己落在了罪恶的深渊里面 他痛苦难言 他没有办法述说这一个罪恶的可怕 他没有办法述说 他里面的心痛 许多人在献祭 许多人在敬拜 许多人在建造圣殿 在参加圣殿 参加许多的聚集 只有以斯拉 他摸到了天父的心 他看见了神眼中所看见的教会 他在神面前代求 求父神 平息怒气 可以继续恩待他的百姓 怕我们从这一篇祷告的里面 多看见基督在父神面前 为我们代求的心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实在不是我们有什么好 乃是你一直在恩待我们 你向我们说话 你用恩典的手 引领我们每一个脚步 主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的心 被你的恩典 被你的美丽 被你自己深深地吸引 好让我们众人得着激励 愿意快跑来跟随你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